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最大的迷失就是很多人在用社交媒体的时候把它当作一个广告平台 所以他们在做很多的内容或者甚至于做很多的推广的时候是以广告为目的 所以就变成很多是他整个页面里面所谓的内容比较集中在是跟人家说我多好 甚至于我的服务有比人家多好这一方面 可是现在其实广告是一个反人性行为的一个推广方式来的 比较主要的是营销 你必须要透过社交媒体把你公司能够带给他的价值给他知道 这个东西才有办法提高到你所谓的公司品牌 第二个才能够带来提高你的销售你的营业额 如果以销售为主的话带给你的不会是一个比较长远性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迷失 如果我们要做到稍微比较正确的话呢 应该要用什么的方式来做才是算是对的呢 先要知道你的市场在哪里 就比如说你的这个产品或者你的服务 他服务的一定是特定的一群的 在以前传统的时代 我们很多的那些推广或者所谓的营销 主要做的都是大量性的去推销 所以这样子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用户群在哪里 但社交媒体的出现他能够加速信息 还有你的价值的传播 你要知道你的受众群是哪一个市场 比如说你的受众群是25G以上 三个民族你其实都可以销售的 第三个它主要是B2C的平台 专注的就把你的资源放在一个平台 比如说Facebook Facebook在全马的话它是除了YouTube之外 第二个受到大家使用用户量最高的一个社交媒体平台 第二个的话你必须要很清楚的把你的受众群划分出来 第三个你在把你的产品能够带给你 你的用户什么价值的先要把它细分出来 做内容的话主要就要搭给价值去设计你的内容 然后做推广的时候你就要推连 这一个特定的受众群 所以你的整个社交媒体才会达到最基本 影响目的 听起来说比较适合用在面子书Facebook或者Instagram 所以就等于说比较适合那种B2C的就是B2C的 就是B2C的 我们以提供B2B的服务的话呢 那你有什么的建议呢 如果是做B2B的话 最适合平台是LinkedIn 就是所谓的LinkedIn 它不只在全世界各地可以得到access 透过这个平台覆盖到这些受众群 你也可以覆盖到中国 第二个好处就是这个平台是很多的那些专业人士 透过它来做所谓第一次的接触 然后大家在一起可能研讨生意 第三个的话其实它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它可以帮你带来工作机会 就是可能猎头要来挖奖你的话 它首先找你的是透过这个平台 所以变成LinkedIn的用户群 他们会很勤劳地去更新他们的信息 所以就变成LinkedIn在B2B这方面的database 是比起Facebook、Instagram来得更快更新 还可以更准确 所以看我们在短短这几分钟的话 就可以从Jonas里得到那么多这些重要的信息 也让我们了解到说 怎么才是做到更有效的方法 来去管理这个社交媒体的 谢谢你Jonas 谢谢你来到我们这里来去跟我们分享 好 谢谢 MING PAO CANADA